我是個天生瘦人 不管吃什麼就是吃不胖 有些人很羨慕 啊怎麼都吃不胖真好 有些人說 還是都吃到哪裡去了 欸你最近瘦了 我 坊間的書籍和教學 大多都著重在減肥 好像真的沒有人在乎瘦人的感受啊 我是安德森 當了30多年的瘦人 身高大約172 體重同大學 56到58 一路到我36歲 都是這種身形 完美的錯過了teenager 和20多歲的精華時期 相信我這種身材啊 應該也稱得上瘦人界的酋長了 瘦人的困擾 我應該稱得上過來人 今天和大家分享 從瘦人到半瘦人 我跌跌撞撞 摸手出來的增重的心路歷程吧 其實會瘦的原因有很多 有先天基因和體質的因素 例如天生代謝快 就像高油耗的車 加滿一桶油 很快就跑完了 有坐席不正常 工作壓力大 休息不足 大腦會傾向把能量 用在維持身體的機能運作 當然也有可能是吃的分量不足 攝取來源不穩定 例如有一餐沒一餐 健可不一定 真的是太多的原因了 沒關係 我們改變不了先天條件 但我們可以決定 我們要怎麼做 我36歲開始摸索方法 慢慢從56公斤到現在78公斤 擺脫了S號 隨著增重體態變好 感覺...真的很好 也更有自信 再也不是歐搭散的身材了 最剛開始的初期 不大懂怎麼練 只有每週的6或日 我一定會撥一小時去健身房 當時只做兩個動作 用蝴蝶肌夾胸和夾背 練完的隔天都很痠痛 持續了半年 體重其實沒什麼增加 經歷大家所說的 蛤?你有在健身喔? 看不出來耶 這種悲情的階段 再來第二個時期 我開始知道了怎麼使用史密斯基 新手嗎? 就只知道胸推 當時工作地點 離南港運動中心不遠 鎖性中午吃快一點 留30分鐘和同事一起訓練 除了每天中午 每週一天下班後 也會再撥時間去額外訓練 當然 週六的訓練一小時 也一樣繼續 所以體重也悄悄的增加了一點點 但是呢 還是一樣 蛤?你有在健身喔? 看不出來耶 再來的第三階段呢 還是史密斯架 開始少量的練腿 我記得 第一次練腿的時候 隔天差點從樓梯上面滾下來 就是人家說的軟腳蝦 這時候換了工作比較忙 時間不太允許 所以變成每週二到三天的晚上 做訓練 一次大概一個小時 體重有些許的增加 大概介於S到M號之間 這個時候就沒再聽到說 啊!你很瘦!好好喔! 這樣子的聲音了 離開台灣之前呢 我開始使用自由重量 搭配器材 加入Pull Up Cable機 訓練二頭、三頭、背 當時的工作仍然很繁忙 所以依然只有每週二到三天的晚上訓練 但是訓練的時間呢 我大概拉到1.5小時一次 我每天的午餐 都會在家裡的愛心便當 這時候體重和體態 真的就有明顯的改善了 我偶爾會聽到 哎呦!身材我也是不錯喔! 這真的是我們受人莫大的鼓勵啊! 最後到了現在 在美國 其實坦白說下班後的生活 確實比較單調 那麼就練吧! 一週安排個4到5天的中量訓練 有時候週末 一天二練 正式突破了M號 到了L號 就是現在78公斤的樣子啦! 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很大致 充其量應該只稱得上個半獸人吧 雖然一路練來 算是辛苦 但體態和身材的改變 也讓我更有自信 過程當中我體會到 從瘦人到半獸人的變身關鍵步驟 有三個 訓練 飲食 休息 簡單來說 就是 練 吃 睡 的循環 妥善運用循環 可以慢慢達到我們的理想身材 我不是專業教練 也不禁禁計較 計算熱量 之後再和大家主意分享 我一路跌跌撞撞 摸索出來 從瘦人到半獸人的各個珍重循環 希望能讓朋友們 掃走冤枉路 假如朋友們 也是希望能夠變大 那麼 我們一起啟動變身計畫 以城堡S號吧 對抗先天的條件 和後天的環境 一定是辛苦的 但唯有辛苦帶來的價值 和改變 終將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一起來吧 Let's do it